今天見過一身這麼有型的打扮 你猜猜到是什麼呢? 沒錯,我今天要來學打桌球 你教練究竟在哪裡呢? 你好,李教練 你好,Mandy 我看到小朋友真的很厲害 其實多少歲可以正式學打桌球呢? 大概八、九歲左右 因為我們也有一個標準 大概到1.4米左右 他們才有一個高度 能夠做到一個標準發球的動作 其實桌球是一個什麼類型的運動呢? 其實是一個鬥志鬥耐力的運動 那打桌球有什麼好處? 可以訓練到小朋友的集中力 照顧力、思考力、耐性 以及在疫境情況下 如何控制他們的情緒 朗思綽球有分英式和美式 那怎麼分呢? 英式是說손ooker 美式是叫 sucks 鞭式的鞭式是2吋,16分之1 而鞭式是2吋,4分之1 鞭式的桌面是6尺乘12尺 袋子比較小 而鞭式是4尺乘9尺 袋子比較大 鞭式的鞭式比較幼,大概是9.5到10mm 長度是55到57吋 而鞭式的鞭式比較粗 大概是13mm,長度大概是58到60吋 鞭式桌面的玩法是多分 有15隻紅球,每隻1分 另外有6隻顏色球 分別是黃球2分 綠球分,啡球4分 藍球5分 粉紅球6分 黑球7分 先進入了紅球之後 我們就可以打顏色球 而顏色球進入了之後 必須要放原有的位置 當完成所有的紅球之後 我們要順序打顏色球 紅球,黃,綠,啡,藍,拼黑 最高的分數 我們可以打到147分 而尾式桌球玩法 不是鬥多分 分別我們會有8號球 9號球 10號球 由小分球打到大分球 鬥快進入了指定的8號球 9號球,10號球 這樣為之會贏 太多分別 原來玩法是不同的 今天我們學什麼桌球 今天我們學的是英式桌球 我身邊請到張教練教我打桌球 是 張教練 我們如果學桌球 首先要學什麼 首先學姿勢 從枕手開始 好,枕手是怎樣的 距離的白球大概8至10吋 是 我們首先把手抹開 把關節拱起一點 手指接近食指的關節 大概高度一吋高就夠了 因為我們經常打中白球的原心 指球前後擺動的時候 要注意平衡桌面 我們要注意掌握的時候 這個叫虎口,虎口向下 為什麼呢? 虎口向下就是希望做到這個後手 就能夠在頭上 如果虎口走了 虎口向右 可能我們出枕 肘就會歪歪 虎口向左 可能我們會打到胸口 注意掌握之後 我們注意站位 握手就接近右腳 抹開肩膀的撥度 左腳前,右腳直 放下之後 枕手距離的白球大概8至10吋 肘握手就盡量接近白球 好,明白 那不如現在我們開始打吧 好,試試 不錯,什麼時候打得不錯 大張教練,球這麼遠 怎麼打得這麼有手長 這個條形我們就要用肘握手 它就等於代替我們的枕手 要注意,用肘握手的姿勢要注意 肘握手是這樣的 肘握手是接近白球 姿勢盡量降低,平衡抬面 動作不要太大 我們一樣可以打進球 但是現在的白球在白球後面 我怎麼可以伸進去呢 今天又有辦法 用肘握手,代替我們的枕手 當然我們不能動到粉紅球 如果動到粉紅球就會犯規 跟剛才的做法一樣 將Q-Tip盡量貼近白球 動作盡量小 對,一樣可以打得到這個球 打桌球好像有分高中低Q 這麼厲害?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沒錯,高中低Q 用來控制白球去哪個位置 或者我做給大家看一看 好 原來打球的原心白球會停 如果打圓心高一點 白球會向前的 如果原心低的位置 就會向後走 好,即是角度的問題 對,如果用一個直球去解釋 一個原心的位置 白球會停下來 明白 如果我打圓心高一點的位置 白球應該會向前走 如果我打圓心低一點的位置 應該會向後 這是沒用的 張教練,你在擦什麼 這個叫卓粉 塗 scapeivo 用地摩天的 permeable 不如一起看看 幾位香港少青隊成員的高超球技師 真的很厲害 讓我跟他們聊天 兩位好 你們幾歲開始學打球的? 我從八歲開始學打球 你呢? 我從十歲開始打球 你們有參加過什麼比賽嗎? 我參加過香港U14、U16和U21的 英式公開賽和美式少青組賽事 我參加了U14、U16、U21 超級聯賽的英式公開賽 你們也看到很多細臉 你們覺得打球需要什麼秘訣? 要冷靜和專心 這樣才能打得更加好、更加準 你呢? 要分配好讀書和打球的時間 我已經學完書、做完功課 一有時間,我就會打球了 不說不知了 原來打球也有這麼多學問 讓我再練習一下才行 就是了 打球而已 如果鍵球也會對開 一定會有很多工程 四十幾乎 剛才能打球 由你 感谢观看